今天我们就要来讲一个故事 一个有史以来最大的窃盗案 犯案的主谋却在一些年后被抓到了 欢迎来到库可实验室 今天我们要与你分享一个 大学生所造就出来的币圈窃盗案 他偷取超过5万枚的比特币 在犯案被抓的当下 而这些比特币价值33亿美金 而这些资金被分散在不同的钱包之中 就连爆米花的盒子中都有 就让我们来进入今天的故事吧 走 今天的主角叫做James Jones James Jones在2008年的时候 是一名美籍乔治亚大学的学生 以个性来说是一个非常聪明 但也非常自傲的个性 而在他还是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创业 而且成立了一家电脑公司 而他第一次接触比特币的时候 是在2011年的9月左右 第一次买了6颗比特币 每颗花费当时是12美金 当然同时也是一名矿工 他自己挖了大约4颗比特币 听起来数量没有很多对不对 没错 今天的事件发生在这些事情之后 他找到了一个Silk Road思路漏洞 这就是整个故事的开始 思路原本是早期长途商业贸易的路线 你可以想象成经由中国到欧洲交易的必经之路 但在这边是指暗网的思路 其实他跟正常的电商网站差不多 一样是买卖的东西 只是每个人可以匿名在上面 自由的交易非法的商品 像是毒品或者是一些特殊服务 为了保持全程匿名 这时候交易的媒介 就会是加密货币 而当时最早流通的加密货币 也是现在加密货币的老大哥 比特币 也就是这个时候 或者是说直到现在比特币的污名 还是在大众媒体的宣传下一直与犯罪沾上边 交易的方式也很简单 你放比特币进入网站之后 由思路当中间商 然后起到了这个混币器的作用 到最后交付给思路的卖家这笔款项 就和平常我们如今的电商平台做法是差不多的 也仅仅只是交易的币种改为了比特币而已 那么这么看似正常的交易方式 是怎么样存在漏洞呢? 在2012年的9月 James在思路的付款系统中找到了一个漏洞 他找到的是如果在思路上存了一些比特币 在存入的当下 如果快速的提款相同的数量 那系统就会一样领出钱 举例来说 如果他存入100颗比特币 那在非常短的时间内 同时取出100颗的比特币三次 系统就会取出300颗比特币 也就是说扣掉原本存入的100颗 他就能够利用这个漏洞套利出大约200颗比特币 而James开始的这项策略就是用500颗BTC存入系统中 而在这个5秒内他请求了5次500颗的BTC的取款 所以这样子他一单就能够赚进2000BTC 放到现在这个数颗随便都能惊动 WellAlert的数量 那也就是因为加密货币是公开透明的 James也公开表示他研究过思路比特币钱包的地址 里面有大约5万颗左右的BTC 而在接下来的几天 James就利用这个9个不同的账号 用同样的手法把思路这个热钱包中的5万颗BTC 直接给炸干了 讲到这里你会不会觉得说 他胆子也是蛮大的 不怕被报复 而这些盗取的5万颗BTC 接着就进入到各种困闭器 去把它进行打散 那如果不知道什么是困闭器的人 你可以点准画面的右上角去看看我们之前的教学 最后这5万颗BTC被打散到最后分配到两个地址 那一个地址中包含了4万颗BTC 那另外一个则是余额的1万颗 那么拿到这一些BTC的James后续有什么样的用途呢? 在这件事件之后 James开始各种party 不管是喝酒 买车买船或者是买房子 而且还成立了一家地产公司 叫做JZ Capital 也就是他的名字的缩写的开发地产公司 但不知道这间公司到底是用来掩人耳目 还是遮掩他获利了这些资金 还是因为真的因为有钱了 开始想要用地产开发 但俗话说坏人通常都死于话多 那不易之财都死于炫富 那James当然也不意外的 在比特币论坛中开始了他的新账号 炫耀他手中的比特币 没错就是那拥有4万颗比特币的钱包地址 然后呢 再来就是和多名美女到各地方去玩 同时也表示最高纪录的时候 总资产管理的大约20万颗比特币 然而他没有就此停手 他也时常会搭着私人飞机 带着美金到中国去OTC线下买比特币 那后来也开始慢慢的淡出这个比特币论坛 因为在那时候他开始不是就是有点宿罪或者是嗑要嗑到外太空 而在最后2017年的时候因为了一则帖文 文中表示追查到这个地址是在之前私路窃盗案中涉案的钱包地址 原因是有人发现他原本持有的这个比特币的地址的这些比特币 都来自于原本属于私路钱包的热钱包地址 在此之后呢他就慢慢的消声匿迹 在这之后他就只有把手上的硬分岔后的BCH 转成更多的BTC 大约是额外3500颗比特币左右的额度 这也就是他最后的记录了 那虽说消失了很久 但你也可能因此卸下心房 最后他还是留下了一些蛛丝马迹 也就是因为这小小的错误让他被抓了 在2019年3月的时候 他向警方表示说 他在外旅游的时候呢 前面所说他购入的那个小房子 被小偷入室窃盗 那其中被偷走的行李箱中 就包含有40万美金的现钞 当然还有USB随身碟 那通常报案怎么可能会说到随身碟 所以我在想说 这可能就是他硬体钱包 但就在做笔录的时候 他向警方表示这个怯盗 可能是认识他的人所做的 但这个失误点你猜到了吗? 停个三秒钟让你想一想 这里哪里有问题 最终这笔款项当然是没有回来 但是美国的国税局就开始怀疑上 他这笔相对大的金额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会不会是有逃漏税的嫌疑? 没意外的时候意外就发生了 他的IP地址跟交易所某个账号的IP地址重合了 而这个重合就可以直接连接到 私路窃盗案比特币的流向 在这时候 James又登入了 已经KYC交易所 卖掉大约118颗比特币 在当时的价格大约是在123万美金 然而没有卖掉的部分 又被转回到他原本的钱包地址 接下来在2020年的时候呢 记得我们刚刚有说一个钱包地址内是有1万颗比特币吗? James又把它分割成10个1000比特币的地址 在同时钱包又有来自交易所额外的连接 也就是说小额的转账 那整件事情连接在一起 James就是这个钱包的持有者 也代表是说他掌控着这4万颗 以及1万颗比特币的钱包地址 也就是说他是私路窃盗案的主谋 那这件事情就让美国的国税局发起了搜索令 来搜索James的地址 这是一个完美的从线上搜索到线下搜索的教科书 最后在2021年的11月 James在家中被收出5万491颗比特币的 同时这些都被充公了 总价值是以当时比特币的价格来换算的话是33.5亿美金 同时他的家中也大约有61万美金的线钞 还有一些额外的小币价值落在大约174颗比特币 而这些都是存放在地坦下的这个秘密保险箱中 而有一些比特币是存放在树莓派的这种微型电脑中 在后来他也自主的自首上交了额外的825颗和35颗比特币 让整件事情的总和来到了5万1351颗比特币 总额高达33.88亿美金 也变成美国金融史上破获的单人金额最高的纪录 最后James被起诉最高可以面临20年的监禁刑期 但最终被判了一年又一天的入狱时间 你觉得这个时间是长还是短 快点在影片下方留言与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看法 加密资产其实是变效让资产流通更为的透明 骇客的不法所得基本上都不太会去兑换成比特币 又或者说接下来加密的知识越来越普及的情况下 也会相对的减少这些犯罪 毕竟只要任何一步走错了 就会有不可抹灭的历史 在链上工人查询 除此之外各监管的KYC也随之越来越严格的状况下 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交易所帮忙处理款项 也就是说如果比特币虽说是自有资产 但也有可能受标签化而产生出不同的差异性 这就像是你手中的比特币和不法所得的比特币的价值 是不一样而且有差异性的 我们之前有发过一篇有关于FBI是如何追查链上资讯的影片 也能够在影片结束的片尾去观看 最后如果觉得有从今天的故事中学到或者是增广借文的话 也欢迎动动手指帮我们按个赞 并且帮我们与身边的好朋友分享 那还没有订阅库可实验室的人 赶快动动手指订阅起来 才不会错过之后的更新哦 那今天就到这里啦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